这期继续分享《小神医》第十五篇,提起林飞飞,楚云飞眼神中瞬间充满了愤怒。 虽然她并不清楚陈二狗毕业之后为什么会忽然变成了傻子,但楚云飞却知道,陈二狗变成傻子的那天,真是林飞飞向她提出分手的那天。 而且那晚陈二狗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满头鲜血,等楚云飞赶到医院的时候,她便因为脑部受到重击彻底成了傻子。 楚云飞当场便报了警,但神奇的是,陈二狗出示位置周边所有监控,就像是商量好了的一般,全都出现了故障。 虽然楚云飞知道这蹊跷的一切背后,肯定是有一只巨大黑手在操纵,而且,肯定也是林飞飞有关。 但一没有证据,二没有诠释,警方最后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此事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 哎呀,一段时间没见,我们的斑花变得更加光鲜亮人了。 胡说什么,飞飞一直都是沉于落雁的大美人。 这位大帅哥肯定就是飞飞未婚夫黄少了吧。 飞飞和黄少真是狼才女貌的天造地设一对碧人,羡煞死我们了。 这哪里是狼才女貌啊,分明就是狼有才貌,你也有才貌啊。 说真的,飞飞,你可真幸福。 我未来老公要是有黄少的万分之一,那我就得去烧高香了。 忽然包间门被人重重推开,浑身珠光宝气的一对俊男俊女携手走了进来, 立刻便吸引了全场所有人惊艳目光,一大半的人瞬间蜂拥而上,简直比见了亲生父母还要热情。 二人也非常享受这种被人追捧的感觉,特别是身材极其妖艳的灵飞飞, 紧紧依偎在黄宇浩怀中,脸上写满了幸福。 扫尸一眼众人,黄宇浩眉雨间瞬间闪过了一抹不满, 吓得年剑锋顿时浑身一颤。 她心中最为清楚,黄宇浩找的正是陈二狗。 绝大部分人都挤在灵飞飞和黄宇浩身边嘘寒问暖和各种羡媚, 大家心中都非常清楚,哪怕是从黄室集团得到指甲盖大小好处, 那也够自己一辈子飞黄腾达了。 作为黄室集团三少爷,讨好了黄宇浩, 那便有了飞上之头变凤凰的机会。 实在看不惯大家的嘴脸, 所以楚云飞满心愤怒走出了包间, 在酒店门口郁闷地点上了一根香烟。 香烟刚染到一半,一辆崭新的奔驰C200便出现在了楚云飞面前。 对于省城这种大城市,这也算不上什么豪车, 所以楚云飞也根本没去在意。 云飞? 直到一声熟悉的呼喊传来,楚云飞这才眼前一亮。 剑尘二狗从车上下来, 他顿时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赶紧快步赢了上去。 二狗,你,你真的好了? 好,好啊,亲眼见到你好了,真是太开心了。 拉着陈二狗的手,楚云飞激动地双手直颤抖, 随后狠狠地来了一个熊报道。 楚大哥,你好。 将钥匙交给保安,直到二人从拥抱中分开, 杨宇飞才落落大方地向楚云飞伸手道路上, 杨宇飞听说了不少关于陈二狗和楚云飞之间的大学去世, 而且大学期间和他玩得好的就这么一个, 所以根本不用猜便知道楚云飞身份。 嗯,你,你好。 二狗,这,这位是。 简单地和杨宇飞握手后,楚云飞满脸惊愕, 看向陈二狗道。 初见杨宇飞的那一刻, 楚云飞简直都有些看呆了眼, 甚至给他一种天仙下凡的感觉。 一直以来, 楚云飞觉得林飞飞已经非常漂亮了, 但和眼前的杨宇飞相比, 却显然俗了许多。 我未婚妻,杨宇飞。 陈二狗微微一笑答道, 好,好啊, 找了这么漂亮的未婚妻, 兄弟真的为你高兴。 楚云飞由衷地向陈二狗伸出大拇指道, 不是聚会吗? 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 陈二狗狐疑问道, 哎,快别提了, 里面简直成了林飞飞和黄宇吴专场。 瞧我这张烂嘴, 提他们干嘛呀, 简直扫兴。 兄弟, 不管他们了, 咱们难得见一面, 这种同学会也没什么意思, 我们找个馆子喝几杯。 知道林飞飞对陈二狗来说 是一种不可言喻的痛, 所以楚云飞赶紧扇了自己一嘴巴子, 赶紧画风一转道, 哦, 黄宇浩也来了, 有点意思。 既然是同学会, 来了, 哪能不去和老同学们打声招呼啊? 一听林飞飞和黄宇浩都在, 陈二狗嘴角顿时扬起了一抹狡黠微笑道, 这, 二狗, 兄弟可从没害过你, 相信我, 还是不要进去的比较好。 我严重怀疑, 这同学会很可能就是一场针对你鸿门宴。 别说是鸿门宴, 就是鬼门关我都给他端了。 兄弟, 我当然信你, 但你也要相信我。 走, 进去会会我的那些同学们去。 朝阳与飞一伸手, 陈二狗面带微笑, 信心满满道。 看着手玩手, 无比恩爱的二人, 楚云飞微微一笑, 也赶紧跟了上去。 此时, 楚云飞才意识到, 一段时间没见, 陈二狗成长了太多, 自己早已不该用当初的目光去看他。 以前陈二狗需要自己的保护, 但如今的陈二狗, 眉宇之间透着的霸气和自信, 足以说明, 他已经有能力保护身边任何人。 好, 好漂亮的美女。 这是陈二狗的女朋友吗? 太, 太漂亮了。 此时包间内的大部分人, 还在围着林飞飞和黄语吾, 直到包间门再次被推开。 一见手玩手亲密无见的陈二狗和杨语飞, 在场几乎所有男生都惊呆了眼, 就连大部分女生都露出了惊艳羡慕眼神。 本来很多人都早已想好嘲讽羞辱陈二狗的话, 但在见到杨语飞的那一刻, 他们心中早已完全忘记这点。 虽然大家并没有刻意拿杨语飞和灵飞飞做比较, 但灵飞飞心中非常清楚, 大家的眼神无疑说明了一切, 自己至少在美色上确实疏得一塌糊涂。 双拳紧握, 灵飞飞的眼神瞬间变得毒辣了起来, 陈二狗带着比自己还漂亮的美女来参加同学会, 不就是在打自己脸吗? 灵飞飞实在想不通, 她一个土道掉渣的香巴佬, 怎么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怎么是她? 见到杨语飞的那一刹那, 黄语浩内心也是充满了震惊。 同为四大家族出身, 她当然知道杨语飞身份, 所以心中也是无比震惊地带着愤怒口吻念叨道。 和灵飞飞一样, 陈二狗和杨语飞的亲密出现, 对黄语吾来说, 那绝对是有生之年最大的耻辱。 提起杨语飞, 那也是黄语吾心中的痛。 和灵飞飞在一起之前, 黄语浩便曾对杨语飞展开过极其疯狂的追求。 但让她恼怒的是, 杨语飞从来没有正眼瞧过她一眼。 虽然黄家整体实力略强于杨家, 但杨家和顾家交好, 黄语浩也无法仗着身份乱来。 所以, 最终黄语浩不得不选择放弃, 转而拿下了灵飞飞。 对自己这位黄家少爷不屑一顾的女神, 却和自己最不屑和厌恶的香巴佬走到了一起, 这不摆明了, 就是说自己还不如那香巴佬吗? 这脸着实打得黄语无够疼, 心中愤怒瞬间蹭蹭上涨, 真有种恨不得立刻起身将陈二狗撕个粉碎的冲动。 哎呀, 二狗, 你可终于来了, 大家等你都要等到望眼欲穿了。 不管怎么说, 迟到就该罚, 快, 给二狗倒酒, 必须连罚三杯。 因为杨语飞的出现, 气氛瞬间变得凝重和尴尬了起来。 年剑锋也看出了黄语浩眼神中凌厉怒光, 所以赶紧打了一个哈哈, 看似非常热情地拉着陈二狗手臂倒。 在场所有同学都知道, 陈二狗读书的时候就一直不善饮酒, 属于那种最多两杯啤酒就会倒下的类型。 所以, 年剑锋的用意也再简单不过, 就是利用陈二狗的弱点, 让他当众出丑, 给黄语无出口恶气。 几名同学立刻会议, 赶紧挑选了三个大红酒杯, 在一片起哄声中给陈二狗道了满满三大杯。 此时, 黄语浩和凌飞飞嘴角才稍稍扬起了一丝笑意, 因为他们也非常清楚陈二狗这个弱点。 二狗, 不要听他们的。 楚云飞赶紧下意识地想要阻拦陈二狗道。 没事, 小把戏而已, 我陈二狗还不放在眼里。 满不在乎地微微一笑, 陈二狗低声在楚云飞耳边道。 从自己一进门开始, 短短五分钟不到的时间, 年剑锋便至少往黄语浩和凌飞飞位置瞟了几十眼。 所以, 陈二狗自然立刻看穿了一切, 这家伙已经成为了黄语浩走狗。 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 班长为了我们搬劳苦功高, 毕业了还偶心沥血组织这么盛大的同学聚会, 着实让人静。 呸, 读书的时候就听说班长海亮, 正好我一直没机会好好感谢你, 不如借这个机会敬你几杯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我陈二狗不胜酒力, 但要是和班长喝, 今天有多少喝多少, 舍命陪君子。 嘴角快速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狡黠微笑, 陈二狗随后铿锵有力地对众人道好, 我就喜欢你这股豪气, 换白的。 论喝酒, 年建峰还真没将在场任何人放在眼里。 读书的时候如此, 现在更是如此。 工作之后, 年建峰几乎天天应酬不断, 别的本事没长, 喝酒的本事却是出了名的人见人怕。 甚至创下过将十几人喝进医院的绝佳战绩, 也因为这点, 没少被黄宇浩表扬过。 两杯啤酒还不够自己漱口的, 却能让陈二狗醉上半天, 就凭他也敢跟自己喝酒, 年建峰面上笑呵呵, 心中却是冷哼连连, 这纯粹就是找死。 之所以提议换上白了, 年建峰就是想在黄宇浩面前好好表现一番, 一次性将陈二狗放倒。 到时候, 再将他拖到什么角落一顿教训,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他这是在找死, 瞧你以前找的什么蠢蛋男朋友。 剑陈二狗, 居然主动要和年建峰喝酒, 黄宇浩差点没被笑死。 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当初和他在一起, 完全就是图他蠢而已。 想来也真是可笑, 自己生活费都要靠勤工俭学。 还为了给我买个包, 多打一份工, 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 哥哥, 真是蠢得可爱。 可惜, 不管他怎么讨好, 本小姐连手指头都没让他碰过一下。 这样的傻子不利用, 那简直就是对不起天地良心, 凌飞飞满是不屑地冷笑了一声道。 即便年建峰根本没经过自己同意, 就换成了白酒, 陈二狗也没有半点反对和不悦, 反而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你有没有觉得, 陈二狗好像变了很多? 是啊, 我也感觉到了。 以前就是个兽气包, 现在举手投足间, 确实充满了自信。 何止啊, 我感觉他身上似乎散发着一股极强的霸道。 这就有点夸张了吧。 不好说, 虽然是班长故意接招想要二狗出丑, 但我总觉得, 班长可能要输。 现在的二狗, 给人的感觉充满了神秘。 绝大部分人都在等着看陈二狗出洋相, 但也有少部分人感觉到了陈二狗的不一样。 他们猜得没错, 年建峰确实就是故意接的陈二狗招。 一来是表现, 二来是根本不拒。 更重要的是, 只要自己答应, 他就躲不掉。 别的本事没有, 但在喝酒方面, 不管对手是谁, 年建峰都绝对不怂。 二狗, 说好舍命陪君子的, 谁先认输谁, 就是小狗。 要当着所有同学的面, 趴在桌上汪汪一百声, 怎么样? 看着已经铺满茶几的酒杯, 年建峰嘴角带着一丝脚侠微笑道。 白酒杯不大, 一杯也就二两酒。 但数十杯下来, 年建峰相信, 陈二狗即便不来个酒精中毒丧命, 那至少也得来个未出血铸断时间医院。 关键是, 对于陈二狗这种两杯啤酒就醉的人来说, 能不能喝下两杯白酒都是问题。 你是班长, 今天这离你最大, 当然听你的陈二狗笑容可居地答道。 好, 我年建峰就喜欢你这样的兄弟, 我先连杆三杯不成敬意。 狡猾一笑, 年建峰根本不给陈二狗反悔机会, 接连抓起酒杯便豪爽地连杆三杯, 并得意地向众人翻过了杯子, 证明低酒不胜。 三杯白酒一饮下肚, 对年建峰来说, 最多算热热身。 之所以选择三杯, 不是自己只能喝三杯, 而是三杯酒绝对已经足够放倒陈二狗。 牛, 班长还是一如既往的威武。 尼玛, 三杯白酒下肚, 连眼都不眨一下, 佩服。 要是有个什么喝酒比赛, 班长, 你这绝对妥妥的冠军。 二狗, 喝啊。 二狗, 你不是班长对手, 还是赶紧投降吧, 别闹出人命。 是啊, 同学之间何必呢? 点到为止就好了。 周边瞬间便响起了一片叫好声, 年建峰嘴边得意的笑容, 瞬间也变得极其浓郁起来。 这根本就不是喝酒, 而是在玩命。 作为兄弟, 楚云飞当然非常清楚, 陈二狗酒量。 所以, 在周围刚想起一片起哄声的时候, 楚云飞下意识便想要上前去阻止陈二狗。 楚大哥, 相信二狗, 既然他敢应战, 那就说明他自然有必胜的把握。 看出楚云飞心思, 杨宇飞赶紧伸手, 将他拦了下来, 面带微笑道。 虽然楚云飞还是觉得有些不妥, 但作为未婚妻的杨宇飞都对他充满信心,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得苦笑一声后, 先看看情况再说。 班长, 才多久没见啊, 你这虚得有, 未免有点太快了吧。 三杯多没意思, 直接订个小目标, 先来他个二十杯数数口, 面带微笑, 缓步走到茶几边, 陈二狗所以端起一杯白酒, 带着挑衅目光, 对年建峰道。 这家伙是疯了吧? 所有惊恶目光, 全部投向陈二狗的同时, 所有人心中, 几乎都同时, 发出了一模一样的惊呼。 但陈二狗根本没给他们说话的计划, 端起酒杯, 便一杯接着一杯地, 朝嘴里倒去, 就仿佛是在喝水, 一般轻松。 一杯九十二两, 二十杯就是四斤。 别说是白酒, 哪怕真的就是水, 那对一般人来说, 都根本撑不下。 起初对于陈二狗的挑衅和羞辱, 年俊峰不过就是一笑止之, 认为他不过就是在吹牛而已。 所以, 非但没有半点惊慌, 反而露出了完全不屑的冷笑。 不仅年剑峰, 林飞飞和黄宇浩也是相同的想法。 但随着陈二狗一杯接着一杯下肚, 三人的面色却逐渐删去, 仗成了猪肝色。 同学们更是惊呆了眼, 心中纷纷暗呼,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的开心果和受气包吗? 倒不是什么酒量有所提升, 而是白酒刚一下肚, 陈二狗便立刻按运土地传承功法。 瞬间只赶体内一阵燥热, 酒精成分也被汗液完全带出了体外。 所以对于陈二狗来说, 这喝的不是酒, 而是单纯的水而已。 也正因为在传承中找到了这么一套简单功法, 所以, 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接受年建峰的挑衅班长, 到你了, 这次是不是该立个三十杯的小目标了? 放下第二十个空杯, 陈二狗云淡风轻地带着微笑道, 顶刻间, 本来嘈杂的包间忽然变得只剩下了呼吸声。 如此即兴灌下四斤白酒, 除了楚云飞和杨宇飞外, 所有人都在等着陈二狗倒下。 但让他们失望的是, 长达两分钟过去, 陈二狗非但没有倒下, 就连面上半点飞红都没有。 逗大的汉珠挂在年建峰脸上, 他已经开始严重地怀疑起了人声。 四斤白酒, 年建峰并不是没有尝试过。 但可怕的是, 陈二狗完全就跟没事人一般。 扪心自问, 要是自己四斤白酒下肚, 即便不倒下, 那肯定至少也已经摇头晃脑。 班长, 你不会是想学小狗趴在桌上狂飞一百声吧? 这可是你自己定下的规矩, 难道你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言而无信? 陈二狗忽然面色稍稍一沉, 带着一丝韵怒道。 二狗, 大家都是同学, 我看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是啊, 没必要搞得大家都下不来台是吧? 一直以来, 二狗都是全班最善良的, 给大家个面子。 一看年建峰傻眼般的表情, 大家便知道他内心已经认输, 那些之前启哄最厉害的同学立刻便跳了出来, 纷纷对陈二狗劝道, 怎么, 你们到现在还认为善良就好欺负啊? 不好意思, 今天你们算盘打错了。 善良是对善良的人, 而不是对些不知廉耻的家伙。 之前年建峰想要将我灌醉, 让我出丑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们跳出来这么劝他? 怎么, 被你们心中的傻子训斥不服事吧? 那好啊, 给你们机会, 你们一起上呗。 还是定个小目标, 多少杯你们随便来。 别光会瞎臂臂, 不爽我, 那就拿出本事来, 有本事你们也让我心服口味, 不服啊。 扫尸一眼众人, 陈二狗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义正言辞地呵斥道。 本就理亏在先, 再被陈二狗一番怒斥教训, 众人更加无地自容。 四斤白酒, 就跟喝水似的, 哪里还有人敢再去, 和他喝酒。 对他们来说, 劝架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而且确实就是觉得, 陈二狗好说话, 好欺负而已。 真要他们付出行动,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人想到, 陈二狗忽然会变得如此伶牙利齿, 和霸气十足, 根本没人敢去反驳于他, 只得默不作声地低下了头。 男子汉大丈夫, 愿赌服输, 年建峰今天输得心服口服。 喝下去就是找死, 而且, 年建峰也不可能在所有同学面前, 言而无信丢人。 汪汪。 所以,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年建峰万般不愿地爬上茶几, 用几乎跟文字叫, 差不多的声音学着狗叫了起来。 虽然声音明显严重不合格, 但陈二狗, 却也没有过多去苛刻于他。 因为陈二狗非常清楚, 年建峰充其量, 不过就是某些人的走狗而已, 自己心里爽了就行了二狗变化真大。 从没想过, 会有如此扬眉吐气的一天, 楚云飞由衷地感叹道。 试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二狗的本事可远不止如此。 有他在, 我就觉得世界上没什么难事, 就是这么有安全感。 杨宇飞有些痴迷地看着陈二狗道, 是啊, 我都简直有点不敢相信, 这就是我兄弟。 看了一眼面黑如炭的黄宇浩和林飞飞, 楚云飞由衷地替陈二狗感到开心。 舔狗都敢爬到我们头上了, 气死我了。 老公, 你快想想办法呀, 要是今天就这么完结了, 我肯定得气到好几天吃不下饭。 一个之前对自己为命适从的舔狗, 此刻, 却是出尽了风头, 林飞飞怎么想怎么气, 所以赶紧对黄宇吴撒娇道。 放心吧, 一年前, 她是怎么被抬出省城的, 这次也会怎么抬出去。 黄宇吴心中的怒火, 丝毫不比林飞飞少, 拳头瞬间握得咯咯发响, 目露凶光道。 话音刚落, 黄宇浩便掏出手机, 独自走进了包间配套的洗手间。 整个包间歌舞升平的气氛 瞬间完全冷淡了下来, 大家三五成群和昔日关系较好的同学 细言碎语。 丝毫没有了删去激情, 唯有年剑峰那学的根本不像的犬费声 偶尔还能成为一道风景。 每次电话都是匆匆挂断, 之前陈二狗就对楚云飞的近况 产生了担忧。 让年剑峰学狗叫完全 是因为他自己害人中害己应得的惩罚, 其实陈二狗对他那难听的学狗 叫根本没有半点兴趣。 也懒得去管其他同学的看法, 陈二狗直接将楚云飞拉到沙发上, 询问其他的近况来。 昔日有求必应的田狗, 此刻却自始至终 都没有正眼看过自己一眼。 看着和楚云飞有说有笑, 还有美人在怀的陈二狗, 灵飞飞差点没气地将牙齿都磕碎。 当然陈二狗也知道杨宇飞之所以主动 坐到自己大腿上, 完全就是给自己撑腰, 所以也非常干脆地搂过了他那鲜鲜细腰。 不过,即便如此, 陈二狗也没向灵飞飞方向看一眼, 更别说去故意挑衅和气他。 因为,在此时的陈二狗眼里, 他已经根本不值自己费心。 从和楚云飞的闲谈中陈二狗才得知, 他现在在一家上市公司当程序员。 也利用这几年攒下的工资, 在省城贷款买了一套小两居室。 程序员工作本来就忙, 赚的钱已经基本用在了购房首付中。 恰好乌漏,偏逢连夜雨, 家中父亲又忽然病重住院, 每个月还有房贷要还, 所以经济压力极其沉重。 为了度过眼前难关, 楚云飞不得不在繁重地工作后, 又找了一份兼职补贴家用。 今天如果不是年建峰苦苦劝说, 再加上也想见陈二狗一面, 楚云飞根本就不会来参加这什么同学会。 兄弟, 你有困难, 怎么不跟我说啊? 此时的楚云飞和自己记忆中的他相比, 明显憔悴和消瘦了许多。 陈二狗着实替他感到心疼问道, 嘿,这不, 兄弟还撑得下, 还没到需要去麻烦你的地步。 你放心, 等我哪天实在撑不住了, 肯定会找你帮忙。 楚云飞轻轻拍了拍陈二狗肩膀, 带着一丝苦笑道。 倒不是楚云飞完全没想过找陈二狗帮忙, 他也知道陈二狗现在赚钱了。 但想着自己, 还撑得住, 再加上他也还是起步阶段, 需要用钱的地方多得是, 所以, 这才没有开口。 之前你一直无私地帮助我, 没有你的帮助, 就没有我陈二狗的今天。 这次无论如何, 你都得听我的。 一会带我去看看伯父, 也先帮你把房贷全部结清了。 你要是真把我当兄弟, 就接受我好意, 放心, 这不是可怜你, 而是借给你, 要还的。 除此之外, 陈二狗也知道, 楚云飞是个非常好强的人, 所以立刻板着一副强硬的脸色道。 话已经说到这份上, 自己要是再不接受他好意, 那就是真看不起自己这兄弟了。 好, 兄弟谢谢你。 所以, 楚云飞也没有多做任何思考, 露出开心微笑道。 在陈二狗和楚云飞聊得正欢的时候, 打完电话的黄宇浩, 也走出了卫生间。 和进去之前的满脸愤恨不同, 此时的黄宇吾, 却像是普通人捡了钱, 一般高兴, 就连走路都变得格外有利起来。 黄宇浩刚坐到身边, 灵飞飞立刻便小鸟依人般扑入了他怀中, 也像杨宇飞坐在陈二狗身上一样, 坐在他大腿上。 老公, 怎么样了? 如白葱般白嫩的手臂穿过他脖梗, 嗲声嗲气地撒着交道。 放心, 都搞定了。 今天, 陈二狗那混蛋休想活着走出这包间。 右手快速从灵飞飞脸颊上滑过, 黄宇吾嘴角带着得意微笑, 看了一眼陈二狗背影道。 嗯, 就知道, 我老公最有本事了, 今天你一定得帮我出了这口恶气。 快速在黄宇吾脸颊上亲了一口, 灵飞飞也是心满意足地道。 除了确实感激和要倚靠黄宇吾之外, 灵飞飞这一套亲密动作下来也是做给在场同学们看的。 要不了多久, 灵飞飞就将成为黄室集团儿媳, 彻底成为整个楚州省内有头有脸的阔太太。 她就是要向所有同学炫耀, 就是要让所有人羡慕。 别急, 我会一点点地折磨死她。 你先做会, 我去找她说几句话, 好好替你羞辱她一番。 黄宇吾一脸得意洋洋道。 我跟你去, 我就想看老公你威风饼饼的样子。 灵飞飞继续对黄宇吾撒娇道。 好, 带你去。 在灵飞飞脸颊上也非常亲密地亲了一口, 黄宇吾满心欢喜道。 包间非常大, 一方在北角, 一方在南角。 加上人生造杂, 即便黄宇吾和灵飞飞的秀恩爱并没有遮遮掩掩。 按道理来说, 陈二狗那边也应该是根本听不清楚。 至少杨宇吾和楚云飞就根本没听到这些, 但得到土地传承的陈二狗却将在场所有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当然也包括黄宇吾和灵飞飞的对话, 但陈二狗面上却依旧没什么反应, 只是随即用手机发出去一条短信。 唉, 还是非非幸福。 不仅帮上了黄公子, 关键是, 黄公子还这么疼他, 真是美目死人了。 看来陈二狗今天肯定是要在劫南逃了。 肯定的, 黄宇出手, 他一个香巴佬, 算得了什么? 一会等黄少出手的时候, 我们帮他一把, 也狠狠去踩陈二狗那傻子脊脚。 这是个好主意, 说不定黄少就记住我们了, 非黄腾达肯定不远了, 哈哈。 在权势熏天的黄家面前, 喝酒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本事。 即便有不少人感觉到了陈二狗的变化, 但和黄家比起来, 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所以, 不少人见黄宇昊要对陈二狗出手后, 非但没人赶上前劝说阻拦, 很多人还在想着, 怎么帮忙踩陈二狗脊脚。 哟,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被我戴了绿帽的二狗啊! 听说你最近又不傻了, 你说, 当初那些打你的人也真是的, 怎么没再加点力, 一次性将你打死呢? 在黄宇昊一个眼神下, 本来坐在陈二狗附近的同学, 立刻拾去起身, 惊慌失措地, 给他让出了位置。 黄宇昊也不客气, 直接坐到陈二狗身边, 一脸悠闲得意地摇晃着手中红酒杯道。 哟, 我还以为谁呢? 原来是专捡破烂货的黄宵啊, 一段时间没见, 最近又捡了几件破烂。 伸手阻止住怒然要起身的楚云飞, 陈二狗面不改色地, 也跟着大笑道。 本来陈二狗不是一个喜欢羞辱别人的人, 但当初这对狗男女若是有半点良知, 自己也不至于傻这么久。 所以, 陈二狗不找他们麻烦则已, 一旦出手, 就绝不会手下留情, 言语上更对他们没什么可忌惮的。 陈二狗一句话, 瞬间听傻了在场所有人, 但凡脑子正常的人都听得出, 她口中的破烂, 当然是指灵飞飞。 当初灵飞飞是陈二狗女友, 虽然灵飞飞一直对外宣称没让陈二狗碰过自己手指头, 但真实情况除了他们二人外, 又还能有谁知道。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黄宇浩确实是捡了陈二狗的女朋友。 混蛋, 你说谁是破烂呢?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顿时被陈二狗一句话气得五官扭曲, 灵飞飞恼羞成怒地伸手一巴掌便要朝她脸上打去。 打我杨宇飞的男人, 你是嫌命活得太长吗? 别说你还不是皇家媳妇, 即便是感动我杨宇飞的男人, 那你得算算皇家拿多少人为你陪葬? 不等陈二狗出手, 杨宇飞眼疾手快地抓住灵飞飞手腕。 顺手一推的同时, 另一只手也跟着反手而上, 啪的一声脆响, 直接招呼在了她脸上。 灵飞飞根本没想到杨宇飞忽然会对自己出手, 猝不及防下脚下一个踉呛, 人也跟着被狠狠摔倒在了茶几上, 和杨宇飞相处这么久。 陈二狗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真正动怒。 威严赫赫的她, 此时还真像是一位战场上的女战士, 英姿飒爽, 干净利落。 杨宇飞, 你别太过分, 别人怕你, 我皇家可不怕你。 自己的女人挨了一巴掌, 黄宇无脸上也无光, 顿时怒气冲冲地站起身对杨宇飞怒吼道。 无所谓, 反正四大家族很久没有动过手了, 皇少要是愿意的话, 尽管来。 杨宇飞满是不屑地瞪了她一眼, 随后又坐回到了陈二狗大腿上。 老公, 她, 她打我。 还不等黄宇昊说什么, 林飞飞立刻便哭哭啼啼地冲进了她怀里, 山去更是哭得梨花带雨道。 充满灵力杀气的眼神紧紧盯着杨宇飞, 黄宇吾心中却犯了难。 同为四大家族, 即便黄家整体实力强于杨家, 但杨家背后还有一个顾家。 真要为了这点小事闹得满城风雨, 黄宇吾也不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 杨家老爷子最疼杨宇飞, 要是知道她孙女被自己欺负, 哪怕是直接向黄家发起血战, 都会不带眨眼的。 但黄宇吾不一样, 她在家中排行老三, 下面也还有弟弟。 真要血战起来, 黄家未必会为了她倾尽所有。 杨宇飞, 今日之仇, 我黄宇吾记下了。 经过一番思考心中衡量后, 黄宇吾最终还是压下了心中怒火, 恶狠狠对杨宇飞道。 无所谓。 杨宇飞依旧还是一副 完全无所谓的态度道。 好,我们走。 在再次狠狠瞪了陈二狗和杨宇飞一眼后, 黄宇吾这才抱起灵妃妃气哼哼离开了包间。 但没人注意到的是, 刚一转身, 黄宇吾本来写满分恼怒的脸, 嘴角却仰起了一抹狡黠得意微笑。 呜, 老公, 你怎么那么怕那个杨宇飞啊? 今天这脸真是丢大了。 刚出包间门, 灵妃妃变气愤地甩开了黄宇吾的手, 怒不可饿道。 怕, 我怕他, 笑话。 等着吧, 要不了多久, 就会有人抬着陈二狗和杨宇飞的尸体出来。 我这么做, 只不过是想将自己和这事彻底撇清关系而已。 到时候, 即便是杨家和警方问起来, 我怪罪不到我们头。 上。 随机拿出手机发出一条短信, 黄宇吾自信满满地自明得意道。 真的吗? 还是我老公最帅。 一听黄宇浩的话, 灵妃妃顿时转怒为喜, 又像小鸟一般扑进了她怀里。 之前黄宇吾想针对的只有陈二狗, 但这次她改变了计划, 这也是她刚才发出那条短信的目的。 当然, 像杨宇飞那样的大美人, 在自己还没有好好享用之前, 黄宇浩才舍不得弄死她。 之所以这么说, 无非就。 是唐瑟玲飞飞而已。 二人并没有离开, 而是就躲在了包间外的走廊拐角处。 很快, 二十多名西装革履的壮汉便一窝蜂冲进了包间。 二人脸上笑容这才变得越发浓郁起来 这里是私人聚会, 你们什么人, 要干嘛? 我们报警了呀。 面对忽然冲入的二十多名魁梧大汉, 在场所有人瞬间都彻底傻了眼, 只有一名胆子较大的同学战战兢兢挡在前面, 毫无气势地惊慌失措道。 妈的, 滚开。 走在这些壮汉前面的是一名年约三十左右的中年男子, 只见他眉间一蹴, 反手就是一巴掌将那男同学甩飞了出去。 之所以说是甩飞, 并不夸张, 是真的就甩飞了出去, 那男同学已经明显能感觉到双脚离地。 一声巨响, 随着男同学的落地, 左侧玻璃查几瞬间被他身体砸碎, 人也跟着昏倒在了血泊之中。 要知道, 那可是钢化玻璃, 要将钢化玻璃撞碎, 那是何等恐怖的力量。 也不知道是谁率先发出了一阵刺耳尖叫, 整个包间瞬间变得混乱不堪起来。 但门口已经被那些魁梧大汉挡住, 根本没人敢往那边冲, 只得在后方急得乱叫和瞎窜。 这么乱, 还国际大酒店, 真是让人失望, 你们是黄雨昊叫来的人吧。 早猜到会有这么一波, 所以陈二狗并没有半点惊讶, 缓缓放开杨雨飞起身的同时, 也简单扫视了一眼众人道。 很显然, 这些人之所以能出现在这里, 肯定是通过了酒店方的默认, 否则外面早就大乱起来了。 什么黄雨无, 老子不认识。 这里面有人得罪老子了, 今天一个个统统都走不掉。 中年男子满事不屑地白了一眼陈二狗, 当即便举起了右手道。 老公, 你最疼我了, 真好。 不过, 对付一个香疤老陈二狗而已, 你至于叫这么多人来吗? 就在黄雨昊满心欢喜等着好消息的时候, 忽然又是一阵嘈杂脚步声朝这边传了过来。 眼看着又好几十人冲进了包间, 灵飞飞无比激动的。 那当然, 由你老公我出手, 那家伙今天必死无疑。 因为之前人已经进去, 所以黄雨昊并没有在盯着走廊, 等他听到灵飞飞话, 再看过去时, 已经只看到几个依稀背影。 不过黄雨昊也没有多想, 得意洋洋道。 和灵飞飞一样, 此时的黄雨昊也是满心欢喜, 只当是那位大佬给自己面子, 所以多安排了一些人而已。 正当那中年男子, 缓步逼近沉二狗, 打算结果这家伙完成任务的时候, 忽然包间门再次被暴力踹开, 三十余道黑影立刻闪身而入, 将之前那些壮汉全部围了起来。 从那些人如闪电般的速度就可以看出来, 绝对都是些训练有素的高手。 哪位大佬跟我懂事件开玩笑啊? 中年男子, 面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稍稍清了清嗓子, 宁声问道, 董事件, 怎么会是他? 忽然杨雨飞就仿佛是想起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一般, 面色顿时变得煞白, 轻声惊呼道, 你认识他? 一看杨雨飞面色, 沉二狗便知道这董事件来头肯定不小, 所以赶紧胡一问道, 嗯, 他是董家武术馆其中一家分馆的馆长。 董家武术馆在全省至少有百家分店, 董家的人更是从小变人人习武, 就连我们杨家都经常请他们武术馆的人上门培训, 其他三大家族也不例外。 若是排除热武器和其他实力在外, 单论肉搏战的话, 董家在全省绝对排得上第一。 练武的都卷进来了, 有点意思。 难怪力道这么大, 一巴掌就能将人打飞出去, 果然有点本事。 陈二狗微微一笑, 若有所思道。 这个董事件非常厉害, 据说还拿过多次全国武术冠军, 也是四大家争相想要聘请的高手。 杨宇飞继续解释道, 陈二狗那些同学都是些普通人, 拿什么去跟人家练武的抗衡。 所以, 杨宇飞的话立刻在人群中又引起了一阵骚动, 所有人全都面面相去, 一时间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什么意思, 你们到底是谁的人, 再不说话, 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忽然冲进来的这批黑衣人, 着实让董事件有些忌惮, 倒不是担心自己打不过他们, 而是他是这行的专家, 一眼便看得出, 自己带来的这些人, 根本不是这些黑衣人对手。 如果真的要动手的话, 董事件知道自己很可能要独自一人面对三十多名训练有素的高手。 俗话说, 双拳难敌四手, 心中自然没什么胜算和把握。 我不是一直都站在你面前吗? 你是练武把脑子练坏了, 还是把眼睛练坏了? 要不要我帮你介绍几家医院致志? 虽然陈二狗对这些同学无感, 但这家伙一上来就出手伤人, 这点着实更让陈二狗看不惯。 所以, 对他也根本没什么客气可言, 直接冷哼一声便冷讽道。 你, 这些都是你的人, 董事件有些不敢置信地打亮了一眼陈二狗道。 按照黄宇浩给自己提供的信息, 这陈二狗不过就是个一事无成的信息。 他怎么可能调来这么多高手, 所以董事件自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 本来董事件还觉得是杨家的人, 但他经常出入杨家, 替杨家培训新人, 却从没见过这些陌生面孔, 所以他也立刻排除了这个可能。 恭喜你, 好在耳朵还没有坏。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交代幕后真凶, 然后自己滚蛋。 要么, 从明天开始, 你那武馆就别开了, 你也去牢房做几年。 陈二狗冷淡一笑道, 哈哈, 整个楚州省, 你还是第一个敢说董家武术馆别开的。 小子, 我敬你是条汉子。 既然如此, 那我也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跟我单挑, 你要是赢了, 我向你道歉, 恭恭敬敬地送你离开, 要么我让人将你抬出去。 没错, 现在我确实不占优势, 但你别忘了, 我们董家武术馆在省城分店就有三十多家。 只要我一个电话, 拆了这酒店都一如反掌。 好汉不吃眼前亏, 以眼前的局势, 真要动起手来, 自己得吃亏, 忽然董事件脑中灵光一闪, 立刻便心生一记。 不管这些人是不是陈二狗的人, 反正自己的目标是他。 论目前的整体实力不行, 单单打独斗的话, 自己可是武。 术冠军, 还真没怕过任何人。 而且董事件并不担心陈二狗不上当, 因为他的话确实没有吹牛, 这里是楚州, 他一个电话, 确实可以做到这点。 您可是武术冠军, 我不过就是得养鱼的, 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虽然董事件并不承认, 但陈二狗知道, 这背后肯定和黄宇浩有关。 不过, 此时自己也不着急, 所以带着玩笑口吻道。 这倒是, 和你比武, 赢了也不光彩。 这样吧, 那我们就来点简单的。 我不躲, 先让你打我五拳。 然后你不躲, 让我打你一拳。 这么轮转, 谁第一个倒下就算谁输, 怎么样? 见陈二狗已经上当, 董事件顿时不假思索地满心欢喜道。 那不行, 万一你一拳直接将我放倒了呢? 那我岂不是亏大了? 陈二狗还是连连摇头道。 那简单, 我先让你出五拳。 三岁开始练武, 就陈二狗那花拳秀腿, 董事件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所以不假思索道。 嗯, 这个可以, 不过还得加个规矩, 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弃拳。 陈二狗嘴角快速闪过了一丝狡黠得意的微笑道。 好, 那再加一条, 若是你输了, 就得乖乖跟我走。 没别的办法了, 那就这么办吧。 陈二狗一脸无奈地耸了耸肩道。 一看陈二狗那模样, 董事件心中憋着就想笑。 因为他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已经看穿陈二狗心思, 之所以要加上一条随时弃拳的规矩, 无非就是想在打完五拳后直接弃拳, 这样就不会受伤了。 但董事件并不担心这点, 因为陈二狗的五拳对他而言根本就是毛毛雨。 但这五拳过后, 自己自然有数不尽的办法让他生不如死。 二狗, 你疯了, 那家伙刚才可是一巴掌, 就将汪东给扇飞了。 打架可不是喝酒, 那位同学到现在都还没有醒来, 陈二狗的决定立刻吓呆了楚云飞, 所以赶紧拉住他衣袖急切劝道。 这二狗真是越来越嚣张了, 居然连武术冠军都敢挑战。 我严重怀疑这董事件就是冲着他陈二狗来的。 肯定是, 惹祸惊, 连累了我们大家。 哎, 有这样的同学, 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无论黄家, 还是杨家, 都不是陈二狗这些同学惹得起的。 毫不夸张地说, 得罪任何一方。 人家只需随便一句话, 他们别说在楚州立足, 就是连能否呼吸到明天空气都是问题。 杨宇飞的霸气, 振服了陈二狗所有同学, 就连黄宇浩的女人当众被打, 他也不敢当场反击, 足见杨家力量的恐怖。 零。 虽然嘴上没说, 但在场绝大部分人对陈二狗, 还是充满了怨恨和不服, 认为他不过就是个仗着女人, 作威作福的小人罢了, 跟本身就实力强大的黄宇浩, 根本没得比。 特别是在现在这种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绝大部分人立刻便将锅全部甩给了陈二狗。 但因为杨宇飞的关系, 他们也不敢太过放肆, 所以也只能无能地用细碎言语表达着内心愤恨。 呵呵, 敢挑战老子, 有种。 来人啊, 给我们这位勇士去外面买几袋奶。 小子, 你可千万别辜负了老子对你的一番好意, 也会好好把吃奶的剑也给使出来。 看着已经摇晃手臂开始热身的陈二狗, 董事件用看傻子般的眼神看着他, 根本没做任何准备, 肆无忌惮地纵声大笑道。 这哪里是什么, 真的要给陈二狗买奶, 根本就是赤条条地嘲讽和羞辱。 他带来的那些人也不傻, 当然听得出董事件话中含义。 所以, 根本没人真的去买奶, 包间内立刻便爆发起震耳的哄堂大笑。 就在笑声爆起的刹那间, 陈二狗嘴角轻轻微扬, 缓步走到董事件面前, 有模有样地握紧拳头, 在嘴边嗨了两口气。 看着装模作样的陈二狗, 他那些同学们瞬间感觉一阵蜡眼睛, 根本没眼去看。 就仿佛丢脸的是自己一般, 恨不得立刻就找条地缝钻进去。 双臂打开, 董事件更是腹部一挺, 直接将整个正面都送到了陈二狗眼下。 对于三岁便开始练武的董事件来说, 抗击打能力就是非常低级的基本功。 哪怕就是在场随便一名壮汉, 他都不放在眼里, 又何况是看上去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香巴佬。 既然人家主动到只差将那身体自己撞上拳头了, 陈二狗当然也不能太不给面子。 所以,当即便走关节向后一退, 拳头立刻便如闪电般砸在了董事件腹部。 就在陈二狗朝拳头哈气的那一刻, 董事件甚至都已经想好了这一拳后讽刺他的恶毒词语。 但当拳头真正砸在身上的那一刻, 董事件却彻底傻了眼。 看似并不凌厉的拳头, 砸在身上却仿佛有着晴天汗地之力一般。 董事件只敢体内瞬间如翻江倒海般难受, 喉咙一热, 随着一口鲜血从嘴里喷涌而出, 人也跟着硬邦邦地朝后倒了下去。 这一击对陈二狗而言, 那不过就是小事牛刀罢了, 也正因为自己土地传承功法的厉害, 所以自我感觉连十分之一的力道都没有使出来。 毫不吹牛地说, 哪怕是用上一半的力量, 此时的董事件早飞出不知道多远了, 根本不可能原地倒下, 更不可能还有喘气的机会。 这,二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这真的是武术冠军吗? 假的吧? 顷刻间, 在场所有人都被这惊恐的一幕看呆了眼, 各个眼睛鼓得跟同灵似的, 嘴巴也张到了最大, 连说话舌头都在打劫两名手下, 赶紧将董事件扶起, 其余弟子更是直接拉开了要拼命驾驶。 但在人数高于自己, 伸手也明显强于自己的黑衣人压迫下, 才忌惮得并没有真的动手。 你, 你, 年轻人, 你, 你不讲武德。 扑的一声, 又一口鲜血从嘴里喷涌而出, 董事件整个人直发软, 弄目原睁瞪着陈二狗道。 哦, 您还没做好准备是吧? 对不起, 我错了, 剩下四拳一定等您做好准备再动手。 微微一笑, 陈二狗不慌不忙地带着戏血口吻道。 在众人一片惊愕中, 陈二狗话音刚落得刹那, 整个包间环境瞬间变得落真可闻起来。 也就在这短短几秒后, 一声扑哧笑声, 瞬间又让环境变得格外尴尬起来。 其实杨宇飞的笑声并不大, 只是在这种环境下显得格外刺耳。 也不是他想嘲讽谁, 只是陈二狗那有母有样戏弄别人的样子, 让他实在憋不住地想笑。 妈的, 太他妈嚣张了。 欺人太甚。 奶奶的, 我们董家武术馆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 师傅, 只要您一声令下, 我们跟他们拼了。 对, 拼了。 但凡有点智商的人都知道, 陈二狗是在羞辱董事件, 特别是在杨宇飞一声刺耳笑声后。 董家的人脸上更是完全挂不住, 各个均感受到了极大侮辱, 当即纷纷义愤填膺起来。 我认输。 伸手指住愤怒的众人, 董事件满脸无奈地低下头道。 别说是四拳, 就是再加一拳, 董事件都觉得自己肯定地去和阎王下棋。 而且从小习武的经验告诉他, 陈二狗根本没有用尽全力,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根本就是在玩而已。 但即便如此, 自己都已经丢了半条命。 别说还有这么多奇怪的黑衣人, 即便没有, 自己带来的这些弟子都不够陈二狗, 一个人玩的。 毫无疑问, 动手就是个死, 所以董事件只得选择认输。 而且, 这并非权宜之计, 而是输得心服口服, 这年轻人, 太强大了, 根本不是自己能体敌上去的存在。 我没听错吧, 武术冠军竟然向二狗认输了? 这, 这不会是梦吧?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人, 尽可欺的开心果吗? 二狗什么时候, 变这么强了? 完蛋了, 刚才为了讨好黄宇吾, 我也得罪他了。 他现在这么强, 不会弄死我吧? 看着根本不敢抬头的董事件, 包间内, 瞬间一片哗然。 除了震惊之外, 不少人, 也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担忧起来, 现在的陈二狗太强了, 强得让他们毛骨悚然和害怕。 当然, 也有不少例外, 毕竟也有不少同学, 并没有欺负过陈二狗, 甚至在读书时, 就有意无意暗中帮助过他这部分, 是希望陈二狗好的。 所以, 自然真心为他感到高兴, 楚云飞就是最大的典型。 打了我的同学, 今天这事, 可不是你随便一句认输就能解决的。 抬手双指扣住董事件下巴, 将他脑袋抬起, 陈二狗眼中瞬间迸发出了一股凌厉的寒意道。 被董事件一巴掌拍翻机晕的人叫汪东, 读书时, 陈二狗和他并没有太多交集, 甚至即便撞上了, 招呼也没打过几声。 如果不是之前有同学提起了这个名字, 陈二狗甚至都记不起有这么个人。 所以, 除了看在同学一场份上外, 陈二狗忽然提起汪东, 更多是借题发挥。 小的知错,还请您高抬跪手, 饶我们一命。 您同学的事情, 不管是赔钱还是坐牢, 董事件一定负责到底。 浑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 在陈二狗放手的那一刻, 董事件用力推开两名弟子,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成黄成孔道。 态度不错, 等我同学醒来, 这件事你自己和他协商吧, 我不为难你。 多, 多谢大哥。 谁让你来的? 什么目的? 是, 是黄语吴。 他说和您有仇, 所以让我带人来除了您。 还, 还有秘密将杨小姐带走。 他, 他说, 要好好享受一番真正美女的滋味。 在省城, 能随便调动这么多连陆风的人都不敢阻拦的高手, 董事件心中非常清楚, 除了杨家之外, 陈二狗背后必定还有高人支持。 再加上那自己只能仰望的身手, 董事件当然知道该怎么站队, 所以几乎毫不犹豫, 便将黄语号召了出来。 黄绍不是和林飞飞非常恩爱的吗? 怎么会? 呵呵, 这种公子哥有钱有势, 哪有什么真心? 哎, 真是替林飞飞感到可惜, 这么下去, 迟早会被黄语无一脚踹开。 肯定的, 有林飞飞后悔的一天。 现在的二狗太厉害了, 林飞飞当时要是没放弃二狗, 现在该多幸福。 谁说不是呢, 二狗为人重情重义, 当时就为了林飞飞, 有时候一天打好几份功呢。 太嚣张了, 竟然敢如此明火执杖地要杀人, 还有没有王法了? 得知事情真相的同学们瞬间一片哗然, 有替林飞飞感到可惜的, 也有觉得她是旧游自取的, 但绝大部分人还是对黄语浩愤怒不已。 杀人的勾当都敢干, 你是有什么把柄在黄语浩手中? 将众人的对话听在耳里, 陈二狗嘴角瞬间便扬起了一丝笑意, 随后又狐疑看向董事见到。 那倒没有, 只是, 十多年前我遭人追杀, 是黄语浩父亲出面帮我摆平的, 黄家对我有救命之恩。 所以, 我向黄家承诺过, 只要黄家需要, 我会无条件地帮他们办一件事, 哪怕是杀人放火和刀山火海。 虽然陈二狗觉得他这种行为愚蠢, 但言出必见也算是一条汉子, 所以不与置评听说董家善武, 弟子更是遍布楚州各县, 还有人敢追杀你们董家的人。 陈二狗饶有兴趣问道, 之所以有这么疑问, 倒不是陈二狗八卦, 而是心中觉得。 敢向董家人动手的, 绝对是一股不少势力, 他想仅多尽全面地了解楚州而已。 华夏何其大, 敢对董家下手的人数不胜数,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董事件苦笑一声道。 看得出, 他在回话之前明显地迟疑了几秒, 显然是不太想提起什么。 即便他不愿意说, 而且, 此事和自己似乎也没多大关系, 所以, 陈二狗也并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把我同学送医院吧, 剩下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 楚大哥, 雨飞, 我们走。 对了, 如果见着黄雨昊, 麻烦替我给他带句话。 他最多只有半年时间了, 让他好好珍惜, 好好享受, 黄氏集团已经被我盯上了。 如果不是每次和楚云飞打电话, 都非常奇怪, 如果不是想会会林飞飞, 这种同学会陈二狗都不会来。 当然, 陈二狗所谓的会会并不是还有什么感情, 而是要让林飞飞为自己当初的决定后悔。 也是告诉他, 之前的仇恨自己没忘记, 迟早会讨回这个公道。 是, 一定带到。 陈二狗这话, 无疑是赤条条地向皇家宣战, 董事件心中一领, 赶紧恭恭敬敬地目送三人离开, 并立刻答应了下来。 也就在这一刻, 董事件心中有种预感, 楚州要变天了, 四大家族极有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历史。 随着三人的离开, 一众三十多名黑衣人也跟着退了出来。 虽然并没让他们出手, 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慑, 对于提高陈二狗在省城的地位还是起到了不少作用。 至少如今的董事件已经对自己恭恭敬敬, 这其中便有这些黑衣人的功劳。 而且陈二狗相信, 董事件这人自己往后绝对用得上, 这也是并没有特别刻意为难他的主要原因。 对他们感激一番后, 陈二狗立刻也给顾天明去了个电话, 表达自己对他帮助的感激之情。 从这些人一出现开始, 陈二狗便知道, 顾天明对自己的请求, 那是格外上心。 这些人绝对算得上是顾家精锐。 之所以请顾家出手, 是因为陈二狗担心黄宇浩有什么大动作。 虽然自己现在已经本领超凡, 但还是不得不防, 毕竟皇家再怎么说也是四大家族之一, 实力极其雄厚。 二狗, 你今天真是太帅了, 兄弟真的为你感到高兴。 一出酒店, 楚云飞便满心欢喜地 由衷向陈二狗竖起了大拇指道。 二狗的本事可不止这么点, 楚大哥, 很快你就会发现, 你这位兄弟, 简直就是个大宝藏。 杨宇飞满脸幸福地 贴在陈二狗身上, 含笑道。 行了, 你们就别拿我打去了。 楚大哥, 你前面带路, 我和宇飞去看看伯父 轻轻掐了一下杨宇飞鼻子, 陈二狗微微一笑道。 困扰楚云飞的无非两件事, 房贷和病重的父亲。 房贷的事情, 他已经接受自己帮助, 剩下的便是他父亲。 作为大学时期最好的兄弟, 陈二狗如今有了本事, 自然不能让自己兄弟受苦。 所以, 在离开省城之前, 自然要帮他排除这些困难。 虽然心中极其好奇, 但董事件进去了半小时还没音讯, 黄宇吴立刻便察觉到了事情不对。 所以他也没在等什么消息, 立刻非常识趣地带着灵飞飞回到了别墅。 什么? 一拳击败了董事件? 年建峰, 你他妈不会是眼瞎了吧? 这怎么可能? 回到别墅后, 不到十分钟, 黄宇吴便接到了年建峰电话, 也基本得知了董事件进入包间后的情景, 顿时差点没精的连手机都掉地上, 难以置信地对着电话怒吼道。 自己堂堂四大家族之一皇家少爷, 竟然被一个当年差点死在自己手里的香巴牢, 打得忽然毫无还手之力, 除了震惊之外, 这也是黄宇吴绝对接受不了的事实。 黄少, 这种事情小得哪里敢骗您啊, 在场几十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真的就是一拳。 而, 而且他还大放厥词, 让您好好享受这最后的半年, 最多半年时间, 他便要灭了您整个皇家。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学狗费长达十几分钟, 年建峰颜面扫地, 所以他如今对陈二狗的恨, 丝毫不比黄宇浩少。 呵呵, 灭皇家, 他也配, 笑话, 皇家随便动动手指头, 都能让他粉身碎骨。 黄宇吴顿时恨得直牙痒痒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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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当然。 妈的, 陈二狗, 不弄死你这混蛋, 老子黄宇浩三个字倒着血。 灭皇家, 先他妈能活着走出省城再说, 有没有什么小的, 能为您效劳? 黄家的怒火, 岂能是陈二狗一个香巴佬能承受得了的? 一听黄宇浩已经彻底动怒, 年建峰心中顿时一阵抑制不住的兴奋。 你他妈就是个废物, 能帮上什么狗批的忙? 一肚子怒火无处发泄, 黄宇浩怒骂一声年建峰后, 立刻便挂断了电话。 心中越想越气, 黄宇吴很快便接连向外拨打了五六个电话, 今天非得置陈二狗于死地不可。 当黄宇吴被气地暴跳如雷的时候, 陈二狗心中却暂时将同学会的事情翻了片。 但陈二狗心中也有一个极大困惑, 从秦四元对秦穆兵的手段来看, 这家伙绝对是个极其凶残的角色。 虽说强龙不压地投舌, 但掌管陆丰国际连锁大酒店的秦家可是一条大龙, 即便是在楚州, 至少也决然不送什么。 四大家族。 但今天先后两拨人在陆丰国际连锁大酒店来去自如, 酒店方却并没有任何阻拦和表示, 这太不正常了。 一上车, 陈二狗便当即报了警, 虽然他也知道, 摆平这点小事对皇家而言一如反掌, 但多少能给他们找点麻烦? 自己又何乐而不为? 对了, 伯父得的是什么病? 前往医院路上, 陈二狗狐疑对楚云飞问道群。 肾衰竭, 已经尿毒症, 现在每个月光透析都得七八次。 至今没有找到合适肾源, 每天都过得生不如死, 哎! 一提起父亲病情, 楚云飞立刻变得颓丧起来, 言语中充满无奈和痛苦道。 尿毒症是大病, 他的可怕不仅在于本身晚期会死人, 而是病发症数不胜数, 足以将人折磨得死去活来。 除了看着父亲生不如死, 楚云飞心如刀脚之外。 高昂的手术费和找不到合适肾源, 都是压在他心头的大山。 不算其他费用, 光肾源就得三四十万。 本来楚云飞打算卖房, 但这边才刚开始交首付没多久。 他根本没能力先还完全不贷款, 首付款也不够抵付银行贷款, 所以即便找了好几家中介, 至今都没有办法顺利出售。 放心吧, 有我在, 没事, 会好的。 轻轻拍了拍他肩膀, 陈二狗柔声安慰道。 嗯, 会过去的。 楚云飞挤出一丝, 非常勉强地微笑道。 在医院门口买了点水果和营养品, 陈二狗很快便在省人丽医院某病房内 见到了楚云飞父亲楚卓阳。 五十左右年纪的楚卓阳 已经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样, 不仅枯瘦如柴, 就连双目都已经暗淡无光, 看上去极其憔悴和心事重重。 在楚云飞说明和陈二狗关系, 以及此行目的后, 楚卓阳也只是礼貌性地和他们打了声招呼, 并没有特别地高兴。 赔偿的楚云飞母亲又是倒茶, 又是削水果, 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二人。 简单闲聊中, 陈二狗才得知, 楚卓阳自从得知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之后, 也知道儿子的不容易, 所以已经数次动了轻生念头, 而且还付诸了好几次行动。 好在身边一直有人陪着, 楚卓阳才一直没有得逞。 听到这些, 陈二狗心中很不适滋味, 自己对这位兄弟还是官。 心不够, 应该在第一次感觉楚云飞不对劲的时候, 就来省城看看他。 林医生, 这边还在聊着的时候, 一名身着白大褂的中年医生满脸高兴地走了进来, 楚云飞赶紧起身打招呼道, 恭喜你们, 已经找到合适肾源了。 你父亲的身体现在也很适合做手术, 赶紧想办法去把手术费交了, 医院很快就能安排手术, 拍了拍楚云飞肩膀, 林启山非常高兴地对楚云飞道。 谢, 谢谢林医生, 我这就去准备。 和父母对望一眼, 三人均是山去眼前一亮, 楚云飞更是激动地拉着林启山双手, 眼含热泪道。 嗯, 交完前后你和你母亲来趟我办公室, 我好好给你们讲讲手术前后的注意事项。 楚云飞和他母亲千恩万谢地将林启山送到门口, 陈二狗和杨宇飞对视一眼, 也真心实意地替他开心云飞, 去, 去给我办出院手续, 你们就是打死我, 这手术我也不做。 想到几十万的手术费, 楚卓阳眼神中仅有的光芒立刻消散得无影无踪, 立刻便将输液管拔掉, 态度极其坚决道。 二, 二狗, 房贷我可以自己慢慢还, 能不能将这钱先借给兄弟, 给我父亲治病? 知道父亲心病, 楚云飞没再犹豫, 直接走到陈二狗面前道。 病要治, 房贷也要还。 救人是大事, 陈二狗毫不犹豫道。 兄弟, 谢谢。 心中说不出的感激, 楚云飞一手搭在陈二狗肩膀上, 热烈盈眶道。 走吧, 我跟你一起去交钱。 陈二狗微微一笑道。 楚云飞母亲立刻激动地, 差点没给陈二狗跪下, 也幸好陈二狗眼疾手快拉住了他。 所以在一番千万谢后, 留下他母亲照顾, 三人也走出了病房, 准备交完钱再去林启山那边了解具体手术注意事项。 二狗, 顾爷爷的病你都能治好, 医术那么厉害, 难道就没有办法治疗楚伯伯的病? 前往交钱的路上, 杨宇飞轻轻拉了一下陈二狗衣袖, 轻声问道。 虽然杨宇飞也知道尿毒症的可怕, 但顾老爷子那可是只吊着一口气了, 两者相较, 他觉得还是顾老爷子的病更严重。 尿毒症就意味着楚伯伯的肾已经完全没用了, 换肾是最好的途径。 我虽然有办法, 但未必效果有换肾好, 而且治疗周期过长,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 陈二狗随口解释道。 现在陈二狗给杨宇飞的感觉就是无所不能, 所以才会有此好奇疑问。 得到解释后, 杨宇飞也没有再问什么, 陪同二人交完手术费后, 立刻便带着收据来到了林启山办公室。 那, 那个, 楚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刚才是我弄错人了。 看了一眼收据, 林启山有些尴尬和不好意思道。 一进门, 陈二狗立刻便发现林启山的情绪不对劲。 就仿佛是吓了一跳一般, 虽然已经非常刻意地掩饰了过去, 但却说话时根本不敢看楚云飞眼睛。 本来就有些起疑, 再加上林启山的话, 陈二狗立刻便断定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林医生, 您这话什么意思? 楚云飞脸上笑容瞬间便僵硬了下来, 胡一问道, 哎, 都是我工作疏忽, 弄错了。 其实我说的那合适甚缘不是合适你父亲的, 而是另有其人, 是我搞魂了, 不好意思。 林启山解释道, 啊, 这样啊, 没事, 麻烦医院, 请尽快帮我父亲寻找甚缘。 楚云飞虽然满脸失落, 但还是客气地苦笑一声道, 零, 放心, 会的, 我们一直都在帮你父亲寻找, 相信很快就一定会有结果。 林启山心中暗舒口气道, 今天的心情就跟坐过山车一般, 虽然楚云飞心中失望不已, 但也无可奈何, 毕竟她和母亲都没有与父亲配上, 所以除了等待, 她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是闹出这么一场乌龙, 自己倒是承受得了。 楚云飞不知道, 要是父母知道这个消息, 是否也能承受得了。 林医生, 我看不是你真的记错了, 而是你不得不记错吧? 就在楚云飞起身的那一刻, 陈二狗却坐了下去, 面无表情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林启山心中强烈咯噔了一下, 面色瞬间大变道。 我什么意思? 林医生不是应该最清楚吗? 事关人命, 我相信林医生不是这么马虎的人。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甚远不仅配上了楚卓阳, 还配上了其他人吧?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 另一人应该还是也有钱有势的主, 又或者是你们什么亲戚朋友, 陈二狗不慌不忙道。 你这是在污蔑抹黑我们医院, 说话可得讲真凭实据, 信不信我们追究你法律责任? 林启山瞬间拍案而起大怒道。 火面上激烈反应一样, 林启山心中也是惊慌不已, 因为陈二狗的话直接一语成衬, 正中他神经。 只是这件事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林启山也是回到办公室才得知的消息, 他怎么可能猜得如此精准, 既然不是的话, 林医生又何必这么惊慌激动, 到底是我污蔑? 还是你们心怀鬼胎? 这件事我想也不难查清楚。 你们医院官网上应该有什么监督和院领导电话之类的吧? 对了,还有卫生局? 兄弟,你去打打这些电话, 闹越大越好。 林启山那些微妙的表情变化, 根本逃不过陈二狗眼睛, 他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机, 打开医院官网道。 他的声音不大, 但在林启山听来, 字字却像是雷击一般打在心头, 立刻便惊得他额头冷汗直冒。 别,别,兄弟, 有事好商量,好商量的。 赶紧起身身手挡住陈二狗手机, 林启山带着一丝见尬的微笑道。 兄弟,谁跟你是兄弟, 我特么把你家人杀了, 再叫你一声兄弟, 你是不是也不生气了? 无耻。 作为医生, 你应该非常清楚人命关天的道理。 如果那人病情比楚卓阳病情更严重, 或者更提前预约, 我们都没话说。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若是真是如此的话, 你们也用不着在这里扯谎吧。 他的话和行为等于已经承认这个事实, 陈二狗顿时怒声而起, 大骂道。 息怒息怒, 哎, 我这也是为你们好, 你们又何必这么咄咄逼人呢? 既然如此, 那我就告诉你们。 这位先生确实非常聪明, 一眼便看穿了所有事实。 但你们猜不到的是, 另一个匹配上这肾源的是白金, 白二爷。 白二爷, 我想就不用, 我来多做介绍了吧, 整个省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所以, 我劝你们, 还是别争了, 我会秉明白二爷, 让白家多给你们一点补偿, 也答应你们一定尽快再寻找合适甚缘。 这是要是真如陈二狗所说闹大了, 那对整个医院和自己都只有坏处, 所以为了阻止陈二狗, 林启山也只得无奈地说明事实真相。 一听白二爷三个字, 楚云飞瞬间面色变得煞白, 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两步。 即便是作为四大家族杨家大小节的杨宇飞, 也是心中强烈一咯噔, 面上也难看了几分。 白姓本就不多, 再加上众人的反应, 陈二狗立刻便明白他肯定是白家的人。 我管什么白的黑的, 既然对方病情没有楚卓阳严重, 也没有比我们更早预约, 那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这甚缘就理应是我们的, 你们自己看着办。 但陈二狗根本不在乎这些, 直接了当地怨怒道。 只是陈二狗心中还是暗呼了一声见鬼, 自己这刚一来省城才几个小时, 便和四大家族都扯上关系了。 兄弟, 要不还是算了吧, 这白二爷可比黄宇无孔不多了, 不是我们惹得起的。 赶紧走到陈二狗耳边, 楚云飞犹豫几秒后, 赶紧劝道。 陈二狗替自己出头, 楚云飞心中非常感激。 但眼前的情况却让他失去了这个勇气, 他非常清楚白金这人的可怕。 陈二狗好心帮助自己, 楚云飞不想因为自己害死他。 为了父亲, 但凡有半点希望, 楚云飞都和对方争到底, 哪怕是付出生命。 但偏偏对方是白金, 和他争, 楚云飞知道自己就是炮灰, 根本没希望, 这就是无权无视的无奈。 说实话, 我心中也非常气愤, 但这是怨领导的意思, 而且对象还是白金, 我也很无奈。 要不, 我让领导或者白家的人来和你们谈谈吧, 即便改变不了什么, 也可以借此让领导更重视替你们寻找甚缘。 林启山也是非常无奈地摇了几下头道。 目光坚定地看了一眼楚云飞, 他也立刻明白了陈二狗意思, 但还是犹豫了许久迟迟下不定决心。 毫无疑问, 在场没有任何人比楚云飞更想救自己父亲。 但陈二狗已经帮自己太多了, 而且还已经得罪皇家, 他不想将自己好兄弟置于更深的危险之中。 忽然一阵敲门声响起, 林启山都还没来得及做出回应, 办公室门便已经被人推开。 推门的是一名西装革履满脸冷酷的青年男子, 但率先进来的却是另一人。 来人大约五十来岁的样子, 也是西装革履。 虽然已经上了年纪, 但依旧五官棱角分明。 一米七左右身高, 体型微胖, 给人一种果敢刚毅的强大气场感觉。 二,二爷, 您, 您怎么来了? 我正刚想要给您打电话呢, 快请坐。 一见来人, 林启山先是微微一愣, 随后立刻便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赶紧满脸热情地迎了上去, 带着谄媚的微笑道。 听说肾员找到了, 白金确实完全一副冷漠脸到找尸找到了, 但出了一点意外, 有一位比您先排队的病人, 也匹配上了。 林启山看了一眼楚云飞, 随后有些迟疑答道, 这些我不管, 既然和我匹配上了, 那就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除非他不想活了。 给张炳毅打电话, 这场手术由他带队, 亲自来主刀。 你,去把何天明给我叫来, 虽然他不擅长手术, 但却是医术高明, 无论如何, 必须保证这场手术的绝对安全。 在回答完林启山后, 白金又立刻对身后的保镖道。 点头答应一声, 保镖立刻掏出手机拨了出去。 林启山也丝毫不敢耽搁, 也赶紧拿起桌上坐机打给了院长。 在之前看到官网后, 陈二狗也在网上其他连接上 对省人力医院有一定了解。 这是一家私立医院, 院长便是白金口中的张炳毅。 虽说是私立, 但人力医院好几个专科 在全省均能稳居第一。 院长张炳毅更是留学海外的医学博士, 哪怕是在整个华职, 人力医院都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 一个医院院长海归博士, 一个中医圣手, 不得不说白金这谱摆得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而且他的言语中根本没有半点请求的意思, 完全就是命令口吻。 这两通电话打下去, 陈二狗反而倒是不着急了起来。 杨侄女, 楚经理, 你不好好在公司上班, 跑医院来干嘛。 在二人打电话的空档, 白金忽然注意到旁边还有三人, 顿时有些诧异道。 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为之, 但就白金这眼神, 陈二狗觉得对他来说, 换肾是小事, 换眼睛才是大事。 不过, 陈二狗也着实对他的话有些惊讶。 之前只知道, 楚云飞在一家大公司当部门经理, 却没想到会是白家的起。 耶! 董事长, 我, 我今天有事, 请假了。 杨宇飞面色凝重地, 根本懒得搭理他, 但楚云飞却不敢这样, 只得有些尴尬地答道。 哦! 冷淡地回答了一声, 白金也没再多问什么。 直到林启山挂完电话后, 简单向白金说明目前情况后, 他才又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楚云飞。 楚经理, 反正你爹都已经等了这么久, 也不在乎多等几天。 这样吧, 我一会会吩咐张炳毅, 让他尽快帮你再寻找合适甚援, 明天提你当部门总监。 就仿佛早就想好的一般, 白金有条不紊地带着命令式口吻道。 这, 这, 董事长, 这恐怕不太好吧, 我父亲现在性命垂危, 需要尽快换身, 否则。 楚云飞有些胆怯地答道。 否则什么, 信不信就算你爹换身了, 也活不过明天。 此时那保镖也已经挂断了电话, 一个闪身便到了楚云飞面前, 目光伶俐地道。 看得出楚云飞内心极度的矛盾, 一边他想要为父亲争取, 一边他又根本无力去争取。 那你肯定活不过今天。 随手将楚云飞拉到自己身后, 陈二狗也目光凛然地, 对那保镖道, 请客间那保镖忽然感到了一股强烈的毛骨悚然, 他在陈二狗眼神中, 看出了无尽的杀意。 那眼神, 比任何野兽都恐怖。 好了, 在这装逼给谁看呢? 楚云飞, 这剩我要定了, 任何人都抢不走。 与其在这里, 说些无用废话, 你还不如考虑考虑, 想要多少赔偿。 看在你为集团做过贡献的份上, 只要不是太过夸张, 我都可以成全你。 没注意到保镖畏惧的眼神, 白金不想为这点小事伤脑, 所以非常随便地手一挥道。 正当楚云飞完全不知所措, 陈二狗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一阵急促脚步声, 快速朝这边传来, 40左右的张炳毅, 一身正装, 快步敲门走了进来。 看了一眼翘着二郎腿, 一副高高在上的白金, 张炳毅满面堆笑, 正要伸手过去打招呼。 但陈二狗三人, 也同样进入了张炳毅视线, 特别是在看到陈二狗后, 刚朝白金跨出的脚步, 却赫然停了下来。 陈神医, 真, 真的是您, 快, 快, 请上座。 不知您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还请见谅。 立刻转向陈二狗, 张炳毅简直比见了亲祖宗还热情。 握手的同时, 赶紧狠狠瞪了林启山, 一眼示意他让座, 然后将陈二狗, 请到了办公桌里面主位上, 眼前忽然过山车般的转变, 瞬间让其他人都傻了眼, 即便是始终陪在陈二狗身边的杨宇飞, 此时也是一脸错愕。 他实在想不起来, 陈二狗什么时候认识了张炳毅, 白金河等人物, 四大家族之一, 白家的二把手, 整个楚州赫赫有名的顶尖大鳄。 但张炳毅却忽然将他亮到了一边, 反而热情地去接待一个穿着朴素的香巴佬, 这怎能不让人惊恶, 其中最为尴尬的, 当然还是白金, 其实在张炳毅进门朝自己走来的那一刻, 白金便已经有了起身的动作。 虽然作为白家二把手, 白金有资格不将张炳毅放在眼里, 但毕竟还需他主刀, 他也不能太过无视此人。 但白金做梦也没想到, 事情竟然会发生如此惊人逆转。 这脸简直丢到外婆家去了, 他又何曾受过这般冷漠, 在对陈二狗身份新生疑惑的同时, 白金心中对他也新生了极大的愤怒。 除了张炳毅之外, 也只有陈二狗将他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 之所以在白金要求打那两个电话时, 陈二狗反而不着急的原因便在这里。 虽然陈二狗之前确实不认识张炳毅, 但当在官网上看到他照片后, 心中立刻便想起了这张还算熟悉的脸。 就在几小时前, 这张脸陈二狗曾在顾家见过, 他便是顾家请的群衣中议员。 所以, 张炳毅见证了自己妙手回春, 置好顾老爷子的一幕, 医术方面绝对足以让他彻底振服。 当然, 他的热情除了崇敬之外, 也还有其他衡量。 救了顾老爷子, 那自己就是顾家恩人, 再加上杨与飞的关系。 也就是说, 陈二狗背后有两家家族势力, 虽然张炳毅不知道, 陈二狗根本不认识杨家几个人, 但杨家大小姐形影不离地在他身边, 在外人看来, 关系自然不言而喻。 张院长客气了, 您得高望重, 本应晚辈去拜见您才对。 只因这边出了点意外, 所以耽搁了。 在张炳毅推开木凳口呆的临起山后, 陈二狗坐到了他位置上, 微微一笑道。 其实陈二狗之前, 根本就不认识张炳毅, 只是见他这么热情, 自己也不好服了他面子。 陈神医, 您这就是折杀我了, 张某哪单的请您拜见二字?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陈神医上茶, 去我办公室, 拿办公桌左下第二格里面的茶叶, 红色那盘, 最好的。 朝臣二狗恭恭敬敬地身居一躬, 张炳毅立刻又狠狠瞪了林起山一眼道, 啊, 好, 这, 这就去。 此时的林起山还在怀疑人生, 木讷地答应一句后, 赶紧拔腿, 就快跑出了办公室。 再明显不过的事情, 能让院长如此讨好的, 那绝对是比白金还牛逼的大人物, 林起山哪里敢怠慢? 此时白金的面色更是黑到了极点, 自己不仅没喝到最好的茶叶也就算了, 居然还坐了这么久的冷板凳, 张炳毅完全就像是忘记了自己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当然, 白金并不在乎喝茶, 毕竟白家好茶叶多得是。 但对他而言, 这绝对是赤条条的羞辱。 看陈二狗的眼神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白金也意识到这是个人物。 但整个楚州, 但凡有点头面的人, 自己都应该认识才对。 此时他却根本想不起, 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号人物, 看着张炳毅和陈二狗有说有笑, 白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 这位小兄弟面生得很啊, 不知道是哪户人家的少爷? 白金知道, 自己若是不插嘴的话, 他们恐怕根本不会想起还有自己的存在。 所以, 带着一丝阴阳怪气的口吻对陈二狗道。 桃园村养鱼的。 陈二狗随口答道。 桃园村?那是哪里?有这么个地方吗? 白金狐疑看向自己保镖道。 这并非什么高深的羞辱之词, 而是诚心疑问, 白金实在想不起这是个什么地方? 清远县的一个小山村, 穷照拉地方。 保镖也没听过这个地方, 所以赶紧掏出手机, 再网上查了一下才如实答道。 一听保镖的回答, 白金顿时一阵哑然失笑。 不过, 他不是在嘲讽陈二狗, 而是在嘲讽自己, 堂堂四大家族之一的白家二把手, 什么时候还不如一个穷山当来养鱼的了?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讽刺, 满心的无语很快也完全转变成了无尽的愤怒。 但除了他的保镖外, 在场根本没人在乎白金的愤怒, 陈二狗继续和张炳毅说着来意, 以及介绍楚云飞。 很快, 林启山端着托盘走了进来, 恭恭敬敬地将三杯热茶分别送到陈二狗, 杨宇飞和楚云飞手中, 白金的脸色更是黑到了极点三杯热茶, 偏偏就没有白金和他保镖的。 这个不是喝不喝茶的问题, 而是面子和尊严的问题。 白总, 何先生来了? 怒火差点没将白金憋死, 正当他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保镖看了一眼手机对他毕恭毕敬小声道。 去街。 白金极其郁闷地道。 将白金和保镖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陈二狗嘴角立刻扬起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 看来自己这徒弟是时候该好好管管了, 虽说医者人心, 但也不能毫无底线, 什么坏人都救。 白先生, 师父, 您怎么在这里, 弟子拜见师父。 很快, 办公室门再次被推开, 因为请人的是白金, 所以何天明一进门便先入为主地喊出了他名字。 但在看到陈二狗之后, 刚才让白金深感耻辱的一幕再次又发生了, 只不过这次更为夸张。 相比张秉义的热情, 何天明不仅是直接下跪, 而且将额头都贴到了地上。 起来吧, 你什么时候养成了这么个坏习惯, 都什么年代了, 动不动就下跪, 以后不准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陈二狗有些无语地白了一眼何天明道。 嘿嘿, 尊师重道, 应该的应该的。 没办法, 弟子对您就是崇拜的五体投地。 师父, 今天您可是答应让我回村跟您学习医术的, 可不能反悔啊, 赶紧起身的同时, 何天明开心地笑着道。 嗯, 师父什么时候骗过你, 回去再教你两套真法。 陈二狗毫不犹豫道。 多谢师父。 何天明瞬间高兴地像个孩子道。 眼前的一幕, 让白金和他保镖彻底傻了眼, 自己请来帮忙的两位神医, 眨眼之间便都成了对方的人, 这次不仅是玩笑开大了, 脸更是丢到家了。 最主要的是, 白金心中非常清楚, 陈二狗是楚云飞兄弟。 虽然还没换肾, 但白金已经感觉到了一阵肾疼。 事情原委我已经清楚了, 陈神医, 您尽管放心。 不仅是先来后道, 更是事有轻重缓急, 这身原医院立刻为楚先生安排, 本人亲自带队主刀。 得知所有事情真相后, 张炳毅毫不犹豫地表态道, 张炳毅,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白金? 你这医院是不是不想在楚州开下去了? 自己最怕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白金顿时气地拍案而起大怒道。 这不仅是对自己个人的羞辱, 更是对白家的漠视和挑衅, 白金已经彻底忍无可忍。 无论是讲道理, 还是个人崇拜, 亦或者背后势力, 张炳毅均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陈二狗这边。 白先生, 不管是谁, 做人都得讲道理。 医院是救死扶伤神圣的地方, 不是谁家后院, 更不是耍横的地方。 相比之下, 楚先生的病情 比您严重百倍, 而且也比您提前预约, 理应先接受肾源。 如果您信得过, 人力医院一定尽快为您寻找新的肾源。 如若信不过, 楚州医院多的是, 您请自便。 所以, 即便是面对凶神恶煞的白金, 张炳毅也丝毫没有半点胆怯, 义正辞言道。 好, 好你个张炳毅, 老子记住你的话了, 希望你能承受得起老子的怒火。 还有你小子, 有种, 我们走着瞧, 你要是能走出这楚州省城, 我白金两个字倒着血。 白家何曾受过这般羞辱和挑衅, 白金顿时怒火中烧, 猛的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 气得此牙咧嘴怒吼道。 在他怒不可遏的一巴掌下, 桌上文件一跳数厘米高, 电脑显示屏更是震得直接摔在了地上, 吓得楚云飞和林启山浑身直发抖和冒冷汗。 还有你楚云飞, 从现在起, 你不仅被开除了, 而且也休想在整个楚州再找到任何一份工作。 就在白金怒气冲冲地走到办公室门口时, 忽然又黑着脸折了回来, 几乎是指着楚云飞大怒道。 楚先生, 放心, 如果您要是愿意的话, 我们医院随时欢迎您来上班。 只要您不嫌弃, 即便您不懂医术, 但行政人是什么的, 我相信完全没问题。 因为甚远的事情, 张炳毅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得罪白金, 眼下唯一出路就是抱好陈二狗大腿, 所以当即便不假思索到。 一旁的林启山可不知道院长这些心思, 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一切, 冷汗已经湿透他贴身衬衫。 他实在想不通, 也看不懂, 院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刚了? 而且, 对象还是白家二把手, 这不是找死吗? 张炳毅, 好, 好, 你他妈有种, 走。 有些惊恶地看了一眼张炳毅, 白金做梦都没想到, 一个小小医院院长, 竟然也敢跟自己叫板, 顿时气得他冷哼。 连连道, 白先生, 请留步。 其实, 您的病和肾没有太大关联, 而是沾惹上了不干净的东西。 不出意外的话, 您很快就会有血光之灾。 只要您抬抬手, 让此事过去, 我可以帮您解决这个麻烦。 虽然沉二狗并不惧怕任何敌人, 但却也不想四面树敌。 本着冤家以解不一截的想法, 起身诚心识意道, 得了便宜还卖乖, 去你的, 老子看你就不干净。 等着吧, 在你踏出医院门的那一刻, 老子就会让你见识到, 什么叫做血光之灾。 陈二狗的好心好意, 在白金听来, 那就是赤条条地嘲讽, 顿时更是火冒三丈。 本来陈二狗还想再说点什么, 但白金已然不给他任何机会, 立刻气哼哼地拂袖而去。 陈神医, 这白金可是个手段非常残暴的主。 在医院, 他不敢闹太大, 毕竟影响太大。 但若是出了医院这大门, 他定然会对您下死手。 不如您还是请顾家或者杨家出面吧, 报警也行, 否则, 他真能要了您的命。 白金前脚刚走, 张炳毅立刻便满脸担忧, 对陈二狗道, 张院长放心吧。 今天出门我已经给自己算过一挂, 诸事皆顺。 医院您也尽管放心, 我会请顾家和杨家多家照顾。 而且, 以人力医院在华夏的影响力, 白家要对您下手, 也得掂量掂量, 否则白金早就动手了。 多谢陈神医, 手术的事情医院方面即刻安排。 听陈二狗的话, 张炳毅心中石头也跟着落了地。 若能得到顾阳两家支持, 自己这医院和仇不能更上一个台阶。 不过, 虽然嘴上没说, 但张炳毅对陈二狗所说算卦一事, 心中却是完全不置可否, 所以并没有去理会。 随后, 张炳毅将全院与楚卓阳手术相关的专家全都召集了起来, 经过一番仔细斟酌之后, 手术全院配合, 定在了。 下午三点, 二狗, 帮了我这么大忙, 兄弟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手术前, 楚云飞将陈二狗单独叫到病房外, 说话间便要往地上跪去。 也知道这样不好, 但千言万语, 楚云飞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 楚大哥, 你这是没把我陈二狗当兄弟, 还是想要折我受命啊? 眼疾手快拉住楚云飞, 陈二狗有些不悦道。 二狗, 我, 我没有这意思。 行了, 我明白你心意。 什么都别说了, 你只要记住, 咱们是兄弟就行了。 对了, 我觉得医院不适合你, 不如跟我去桃园村吧, 我下一步打算开两个加工厂, 你来当其中一个的总经理。 兄弟, 我需要你的帮助。 陈二狗真心实意地道。 好, 我听你的。 对了, 你打算开什么加工厂? 知道陈二狗是在帮自己, 但楚云飞也想为他做点什么, 所以顿时感动的热泪盈眶, 同时也非常坚定道。 我主要做水产和加禽类, 但我的野心是整个华夏, 乃至世界市场。 你也知道, 新鲜水产和加禽要销售这么远, 肯定不现实, 所以, 进行食品加工非常重要, 这任务就交给你了。 那还有一个是, 楚云飞忽然就心中就跟打了鸡血似的热情澎湃了起来, 胡一问道, 还有一个就是药材加工, 我打算将桃园村四分之一的地用来种植各种药材, 这项目和天明合适。 兄弟, 牛啊, 楚云飞由衷替陈二狗感到高兴道, 现在桃园村还在弄整体搬迁的事, 建厂的事情还得稍稍靠后。 但比如包装, 机械购买等等准备工作,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做, 所以, 前期工资不能给你太高。 这样吧, 工厂没有盈利之前, 我每个月给你开两万。 盈利后, 在这基本工资的基础上, 再给你加百分之一的股份。 兄弟, 要委屈你了。 陈二狗凝神静思几秒后, 拍了拍楚云飞肩膀道。 说出这工资的时候, 陈二狗心中着实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那毕竟是自己兄弟, 前期筹备工作肯定非常复杂和繁琐。 但一听陈二狗的话, 楚云飞却是整个人都傻了眼,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听陈二狗那口气, 楚云飞还以为他前期有多犯难, 所以, 心中根本就没打算前期要工资。 毕竟兄弟有需要, 楚云飞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但这两万一个月的工资, 着实将他给下着了。 要知道, 楚云飞在白家企业当个小部门经理, 工资也就一万出头。 即便加上兼职, 一个月累死累活, 也很难达到两万水准。 兄弟, 你这工资开得也太高了, 我。 一回过神, 楚云飞立刻投摇地跟波浪股似的道。 行了, 啥也别说了, 这是交给你, 我放心, 而且绝对物超所值。 陈二狗含笑, 再次拍了拍他肩膀道。 对于一个工厂总经理来说, 两万一月的工资确实不多, 何况在陈二狗计划中, 这工厂面积至少得占整个桃园村的十分之一。 本来陈二狗觉得确实有些愧对兄弟, 但想想, 工厂若是建起来, 销售渠道一旦打开, 楚云飞必定是日进斗金, 所以心里也舒服很多。 见陈二狗坚持, 楚云飞也没再多说什么, 只是在心里暗暗发誓, 自己哪怕是拼了命, 也要对得起兄弟二字。 在院方筹备下, 楚卓阳手术顺利进行, 陈二狗和杨宇飞始终陪伴在楚云飞与他母亲身边。 陈,陈先生, 小的已经和您同学达成和解, 也得到了他的原谅, 这是视频。 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小的之前的鲁莽和得罪。 手术室外, 虽然有陈二狗和杨宇飞的安慰, 但气氛依旧格外沉重。 直到五点左右, 董事件忽然轻声而来, 对陈二狗恭恭敬敬地地上手击道。 不用了, 我没有记恨你什么, 你走吧。 如果不是董事件的到来, 此时陈二狗都已经忘了此事。 既然他敢来, 那就说明一切已经处理得当, 所以随口答道。 陈,陈先生,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董事件犹豫近一分钟后, 才小声地吞吞吐吐道。 有事, 看了一眼带着讨好微笑的董事件, 陈二狗快步走到楼梯口, 随口问道。 陈先生, 小的对您的身手和人品, 佩服的五体投地, 求您给小的一个机会, 收小的为徒吧。 错不及防地扑通一声, 跪倒在陈二狗面前, 董事件磕头如捣算道。 大哥, 你没搞错吧, 你们董家可是开武馆的, 你拜我为师。 就不怕别人戳你们董家几两骨啊。 再说了, 董家能同意吗? 陈二狗有些哭笑不得道。 天外有天, 能拜您为师, 是小的的荣耀。 这点您尽管放心, 我已经禀明过父亲, 他非常支持我的决定。 董事件一脸认真道。 大哥, 这是你父亲同不同意的问题吗? 难道你看不出来, 我根本就不想收徒, 更没什么收徒经验, 我教不了你什么。 陈二狗很是无语地白了他一眼道。 没事, 我相信京城所至今时为开, 从今往后, 我就跟着您了。 随便你吧。 此时, 陈二狗没心情和他纠结这个, 随口丢下一句话便回到了手术室外。 果然董事件把腿就跟了上来, 就像是柱子一般地立在陈二狗旁边, 丝毫不在意任何人异样目光。 二狗, 我觉得这董事件也是条汉子。 他父亲更是省武术协会会长, 对你往后事业应该有一定帮助, 就算是四大家族都多少也给几分面子, 你还是可以考虑的。 得知事情经过后, 杨宇飞小声在陈二狗耳边劝道, 嗯, 老婆大人发话了, 那就这么定了吧, 董事件还不快来拜见师母? 倒不是陈二狗不想结交董家, 只是自己确实不会教人, 所以有些犹豫罢了。 杨宇飞一般不管自己的事情, 他这面子肯定要给, 所以朝身边的董事件招了招手道。 弟子董事件拜见师母。 微微一愣后, 董事件立刻明白了陈二狗话中意思, 赶紧扑通一声便跪倒在了杨宇飞面前, 满心欢喜道。 心知陈二狗又在占自己便宜, 但杨宇飞却并没有生气, 嘴边反而露出了一丝幸福微笑。 杨宇飞毕竟是杨家大小姐, 见过世面, 所以非常落落大方地将董事件拉了起来。 以后别动不动就下跪, 我不喜欢这玩意。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准备跟我回桃园村吧。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您受得起。 多谢师父, 那我去去就回。 本来陈二狗想让他别急, 但董事件已经高兴地非不离去, 所以倒嘴的话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口。 今晚返回桃园村显然已经来不及, 而且既然和杨宇飞来了省城, 杨家肯定是要去一趟, 所以陈二狗也还没有具体决定什么时候回去。 如今桃园村一切都在蒸蒸日上发展, 有韩曾苗三家坐镇清远县, 所以也无需担忧, 有人使坏, 陈二狗非常放心, 即便在省城多耽搁几天也没什么关系。 手术持续到晚上八点左右, 一切非常顺利。 在张炳毅等人休息将近半小时后, 陈二狗通过手机就禁定了家酒楼包间。 张炳毅等人也有心想和陈二狗搞好关系, 自然均是欣然答应。 因为考虑到医院可能随时需要, 所以张炳毅等人均是以茶代酒, 在楚云非一番感激后, 众人也向陈二狗讨教了不少医学上的问题。 陈二狗之无不言, 酒桌上一片欢快和谐。 院长, 您这是有什么心事? 注意到张炳毅目光总是时不时飘向窗外马路, 临起山胡一问道。 虽然陈二狗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嘴里什么都没说, 因为这种事情, 自己就是在怎么保证, 也解除不了他的担忧。 我觉得有点不正常, 白金今天受了那么大的气, 按道理来说, 不该这么平静才对。 放下手中茶杯, 张炳毅面色稍稍凝重了几分道。 其实不仅是张炳毅, 在场除了陈二狗之外, 就连杨宇飞都有这种担忧, 毕竟白金可是省城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怎么可能吞得下这口恶气? 而且, 杨宇飞心中还有另一层担忧, 不仅是白金, 黄宇吴也肯定会对陈二狗有所报复。 所以, 还在医院的时候, 他便已经瞒着陈二狗, 给姑母杨思荣发了短消息。 也恰在此时, 忽然包间门被人一脚暴力踹开, 十几名凶神恶煞的汉子, 手持近半米长的片刀冲了进来。